当车辆开在山路或是地下车道的斜坡上 或者是在狭窄的单行道中 驾驶人最不喜欢碰到的状况 就是得会车 其中一方也势必得倒车 那么在倒车时 驾驶人得注意哪些状况呢 来看中天新闻的整理报道 前车后车碰头了 下一步退让就该采取倒车这一招 两车交汇在斜坡上或在单行道上 这个时候谁该让谁 驾驶朋友都明白这些规则了吗 这也是入口耶 后面两辆车耶 我怎么到 就在速食店的平面点餐车道上 两台轿车头对头互不相让 但车辆行驶方向只有一个 平面车道只要倒车处理状况就能解除 但要是碰上路面有坡度 那该怎么办 如果两车开在斜坡上 或者是你家的地下车道 这个时候下坡车就该里让上坡车 这个时候两车都卡在斜坡上 而且重点是脚都踩刹车了 该如何进行下一个步骤呢 怕车子坡道太陡会往后滑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把脚刹车踩下去 再移到油门的位置 再把刹车脚刹车释放掉 让车子缓慢向要移动的地方去移动 刹车油门记得全用右脚踩 可别坏习惯在斜坡道车或加速一脚踩一边 恐怕会造成更可怕的致命危机 但要是碰上了两车交汇在平面的单行道上 逆向车应该让顺向车 再说车辆本来就不应该逆向行驶 踩刹车然后打倒车档 注意看我们的右手边有没有避车道 可以跟前方会车 我们就把车子开到避车道 倒车会有所谓的视线死角 因此驾驶人务必善用后视镜 来来来来来 以及在倒车的时候有旁人引导 或者使用倒车雷达 还有这个倒车镜头 再不然新手摄像路在倒车之前 如果不赶时间 先下车查看地形 以上的方法都在提醒你 这样做能够在倒车或会车的时候 减少不必要的撞击 这段是王一超张俊东为您做的真理报道